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来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最幸福的事情 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早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吃饭 吃饭 好的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总监 好 苏珊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我能找得到你吗 你怎么这么忙啊 手机打不通 别提了 我们总监一天到晚给我拍货 长两个脑袋都不够用 他怎么这么折腾你啊 他不是前段时间刚骂过你吗 也不是针对我了 我们部门最近确实挺忙的 那 那你是不是都没发现我了 干吗 苏珊 你准备躲着我 是不是因为公司的规定 我 我哪有躲着你啊 我天天关注你 你想什么我一清二楚 你就这么怕被公司人发现吗 林子彦 我不敢拿我和你的前途开玩笑 如果 要以丢工作为代价的话 我宁可现在和你保持距离 那工作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嗯 那我问你 如果我不在为事了 我们不是同事了 你还会躲着我吗 你 你说什么呢 你要是不在那工作了 我又这么忙 我们不是更加没有时间见面了吗 那 那你想见我 你少套我话 我不跟你说了 昨天等着我呢 你别瞎想啊 你慢点啊 子介 咱俩 你快回去 咱俩 你不在去 你不在的 哪里 小林 何警察 你的这个设计方案 还是很有创意的嘛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这个案子交给你来负责 效果 出乎预料 而且也符合客户追求的 年轻时尚的定位 不错 谢谢您 快点 你好好干 争取今年呢 多做出一些 像这样的设计方案 我敢说不出一年 你就可以竞争为组长 你看看 你这发什么呆啊 高兄你过头了 我想跟你聊一下 你说你说 我想私钥匙 这都工作 不能这样 等等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干吗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你干吗鬼鬼祟祟地跟着陆又言啊 关你什么事 你不会又再打什么坏主意吧 我可警告你啊 如果你要是再对陆又言做什么 我一定找不到你 陆又言 陆又言 怎么你们每个人都把他挂嘴边啊 我想 他开始优言很真诚 也很善良 魏子靳 你那么喜欢陆又言 陆又言却天天纠缠着叶小白 你难道就甘心吗 你不是应该跟我一起去拆散他们吗 孔三姜 你怎么还是这么执迷不误啊 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喜欢 喜欢是付出 不是占有 更不是想念 我喜欢他 为什么不能占有他 你跟我过来 我得好好跟你说说 难道在你心里 喜欢什么 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吗 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只要能够远远地看着 就已经很开心了 是 我确实很喜欢又言 我也很想和他在一起 可是我更希望 他能够开心 能够快乐 所以我选择默默地离开 不去影响他们 那你最起码还能看见陆又言 你以为我到画廊来 就是为了跟踪陆又言吗 我就是想 看看能不能再看到叶小白 他现在把我整个人都屏蔽了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 是啊 如果我要是谷言 我也不想见你 我知道我做错了 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叶小白啊 我就看看他就好了 看看他就好了 看看他就好了 除非你像我证明 你对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论理 我怎么证明嘛 你最好的证明啊 就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你说 你听说了吗 设计部的林子彦今天突然辞职 好像是因为公司不让谈恋爱 你说现在这毕业生 怎么这么不和服啊 说辞职就辞职了 你说他跟谁谈恋爱啊 四川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这样找你呢 你辞职了 你发什么疯啊 工作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辞职啊 因为我喜欢你啊 你别犯病了 这是公司我还要工作呢 我已经辞职了 我想和你好好在一起 我不想被公司这些破规定 半手半脚 你小点声 心情怎么办 这是我的决心 你看不到吗 你这样拿自己的钱 都开玩笑 好怕我这个要工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 你别激动 你听我说 我 我听你说什么 你现在这样简直是被我逼走的 那我能怎么办啊 那我要不要也辞职 跟你一起做好了 我也去辞职好 你别去 你别拉我 我没开玩笑 我考虑清楚了 我 我怎么私要是很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的女孩 在咱们公司 你就是因为这周里 又要辞职啊 你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 我认为 我认为 个人能力出众的话 再拿一则亏我饭吃了 刚才您不是也认可我能力了吗 是 是 不过 能力只是一方面啊 机会和平台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一方去为是 你知道 你会失去什么吗 我知道 我会失去 脱往成功的捷径 但是我会付出给别人更多的辛苦 不看守 同时我也会收获更多你想不到的经验 好 既然你都想明白了 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小林 年轻人啊 敢闯敢拼 固然是好事 我希望啊 你以后 不要为今天的决定 而感到后悔 原来是不是也和苏珊在一起才辞职的啊 我怎么还有点小感动呢 她什么任劳 加油 林子彦 你现在必须得给我保证 不能随便对待自己的前途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也去辞职 和你一起成一场工作 苏珊 你相信我 我没有乱来 我都不靠谱这么多年了 我总得靠谱一次吧 在这儿说了 我如果不找工作的话 我拿什么给你恋爱 拿什么给你约会 拿什么给你买球棍戒指啊 什么呀 越说越低 总之 你现在必须得发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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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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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不让人省心了 每天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进来 你有什么事吗 魏总 是这样的 我以你的助理身份入职 可实际上我一直是坐在办公室 也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 我希望你能给我安排一些工作 你现在刚到公司 很多业务都还不熟悉 有什么需要我就会叫你的 好吧 谢谢魏总 等等 你也是跟子健一个学校 对 那么这样吧 你现在反正没什么事 你就帮我去盯着魏子健 看他每天都在干什么 魏总 我其实跟魏子健也不是很熟 你们现在不是快毕业了吗 毕业之前那么多毕业派对 散伙饭 你去问问子健 他有什么打算 我 是啊 你是我的私人助理 帮我办这点事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我明白了 魏总 别说我让你打听的 自然点 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汇报 我看这条太破了吧 你看地都不平 路边停这么多车吧 不得吵死啊 咱们不会住住 这个地方是拆了吧 这个地方虽然是老了一点 但是价格便宜 价格便宜不能这么破呀 四小姐 你来呢 你好 给我们找的这个房子 也太旧了吧 你给的这个预算 又想住市区里的 这已经是最合适的了 如果你要是想要好一点呢 我这也有 可就是价格贵呀 也是 我今天和又延看过房子 好一点的都太贵了 这样 您再帮我们看一看 下位贵我可以接受 这钱我出 那好 我再带你们去看看别的 跟我来吧 走 这可以坐着看电影 这还有个餐桌 我们四个就可以一起吃饭了 既然你喜欢 咱们就租了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房东人是住在国外的 他对房租的要求 是一二负三 什么 一二负三啊 您可不可以跟房东说一下 我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没什么钱 他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那可不行 这个要求啊 是房东特别提出来的 就是怕中途有人毁约 如果你们要是经济上有问题 我再领你们去看看别的吧 我们不会毁约的 现在租房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毁约也是常有的事 不是我难为你们 现在租房都是这个行情 你们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不用 这房我们租了 等等 那我们商量一下好吗 那好 那我去外面等你吧 怎么了呀 你疯了吗 这的租金这么贵 而且一二负三 相当于要半年的房租呢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我就帮你垫上 我不要你的钱 而且你也没有找到工作 你哪来的钱啊 你看啊 这房子是这么好 这小区环节也好也安全 你们两个小女孩住这儿 我放心 房子是租来的 日子得好好过呀 对自己好点 可是 放心了 工作我已经找到了 工资待遇都特别好 真的 你找到什么工作了 咱们先进合作 我回头跟你说啊 走 你上次拿回来这个酒啊 那别说 现在年轻人喝的酒 味道还不错啊 爸 你要是觉得好 下回我还给你买 行了行了 不要破费了 要喝我自己买 怎么样 这个房子不错吧 我们的新生活 马上就要开始了 珊珊 眼光太好了 期待咱俩赶紧入住 什么入住不入住啊 是苏圣 我们俩约好了一块租房子 等一毕业就搬进去 你毕业了真不想 搬回家来住啊 你不是老教育我 要独立一点吗 你还不都独立啊 我每周都回来看 还不行吗 独立 卫视集团好好的工作 说不干就不干了 你怎么独立啊 怎么交房租啊 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 我找到新工作了 什么什么 你找到工作了 什么工作啊 是 是 在画廊的工作 画廊 你 陆游野 你明明知道爸爸不希望你从事跟艺术相关的工作 你 爸 我虽然是在画廊工作 但是呢 我从事的还是翻译啊 组织国际交流啊这些内容 全是我的本专业 跟艺术一点关系都不沾的 你不能这么武断 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毕业以后 马上给我搬回家来说 我看着你慢慢找工作 老诺 你为什么总这么自作主张 你一点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就这么决定我的人生 你是为了我好吗 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你好 好 姑父 如果幽言有他自己想做的事 您就不要再阻拦他了 我在幽言这个年纪的时候啊 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 这因为身体的原因 我都放弃了 现在想起来啊 确实有很多的遗憾 我不想让刘云跟我一样 有那么多的遗憾 有那么多的遗憾 什么啊 刘云也不是小孩了 按理说 我是不应该刻意阻止他 做他喜欢的事情 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身体啊 我不希望他像你姑妈一样 我身体好得很 吃饱了 周皮气 姑父 既然幽言呢有他自己的打算 他就不会干出国的事 您就放心吧 我在学校呢 也会仔细地关注他 对了 你在学校 还是要给我看紧点 别让他跟那些搞艺术的人 又交在一起了 啊 汤凉了 我去这一下吧 在学校里的家子 我在宿舍面前已经夸掉海口了 姐 你找我呀 子姐 你最近天天早出晚归的 不会真的是在周家画廊里打砸吧 姐 我这呢不是简单的打工 华安姐也是希望 我能够体会到一些简单的快乐 这样才能充实我对华华的信心 你不会真相信周华安那小丫头 那些歪理吧 姐 可是我感觉 我最近的状态好了很多 你状态好 是因为你现在根本就是安于现状 卫子姐 你现在都要毕业了 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办画展 经营自己 哪有时间在这儿消磨 姐 我之前跟您的想法很像 对什么事情都太急于求成 可是最近我慢慢地体会到了 艺术创作 其实是我一辈子的追求 所以我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去努力 而不是局一一时 看来你真是被周华安洗脑了 说话像做报告一样的 一套套的大道理 我看啊 你是准备要出书了吧 姐 你就别对我施压了 我还是想按照怀恩姐的那个计划 一步一步地来 我做一个怀恩姐 又一个怀恩姐 你给她当弟弟去啊 行了 姐 我累了 我先回房睡了啊 我 我来这种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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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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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 大学四年 幸亏有你这么个好兄弟 球场上跟我配合的最默契 你还说呢 跟你打球是最幸福的 可惜这可能是最后一场球了 真是想不到 到最后你也走了 我也不想 我没能进卫视 我妈妈给我找了份工作在楼下 他们想让我稳定 你想回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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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不想 我舍会在这里 不舍不看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年齐 说实话 我特别不习惯这种场合 特别地上班 我特别不习惯这种场合 特别地上班 特别人 我又要在这里 在逛街中 他也问 graduating 好个人 我真的预期了 还不讲话 什么意思啊 我没听话 只要你 把这个账交系 不要这么伤感好不好 又不是不联系了 Wither 嘿嘿嘿嘿嘿 嘿 给你饭 来呀 来呀 啊 走 打碎了 快 走啊 走啊 走 所长 说是我工资 那也叫房租吧 你怎么这么快就有钱了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你就别管我怎么弄的了 我工作很赚钱的 放心吧 你现在在哪儿挂找你 我在工作啊 先不跟你说了 拜拜 行 行 你这上帝 你让我来 我现在买你了 打算四了 现在交钱 五百块钱 行 可以 我现在给你把钱结了 走 这是钱 兄弟 还差一百 丁子彦 原来你的钱是跟别人打游戏赚的 亏 亏我还以为你真是涨近一点了 苏川 我就想挣点钱 帮你交房租 你别生气啊 钱是这么挣的吗 你怎么能成熟一点啊 苏川 兄弟 你可不能走啊 我这里钱都已经给你了 你不打完怎么能走呢 还差一百 我给你两百 今天把这里打完 还早来晚了 要迟到啊你 别坐我旁边 有事儿 既然我迟到了啊 我发一杯 这第一杯酒 祝大家健康 干了啊 我再请大家一杯 这杯 祝大家快乐 来 好吃乘餐 很过分也是啊 这样啊 咱们啊 回忆一下青春 我记得我刚进校的时候 那会儿特别懵懂 你们猜猜 第一个跟我说话人是谁 谁啊 谁啊 是苏珊 是苏珊 你带来的 你带来的 那你带来的 你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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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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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住了四年的地方 好不舍呀 刚刚毕业典领证书的时候 好伤感 我都差点哭了呢 小冲别伤感 就算毕业了 我们三个至少是永远在一起的呀 小冲 珊珊 毕业之后 我们还要住在一起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可是早晚也会嫁人的呀 嫁人又什么关系呀 就算我们嫁人了 生了宝宝又怎么样呢 我们还可以带着我们的宝宝出去逛街 我们还要一起做头发 做美甲 对 公子说五声有盐而学无盐 今天你们虽然在学校毕业了 但是不如社会 恰恰是一个新的学习的大事 是 四季啊 四季啊 还是那句话 这个班的学生老师是最可爱的 好 谢谢你 语言 顾叶白呢 他在给夏教授准备一个惊喜 惊喜 惊喜 什么惊喜啊 跟我来就知道了 走 好 以后你们有时间 常回学校 来看看老师 一定 一定的 夏教授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咱们一边走一边说 好好好 比赛 是神凡望 感谢老师 一日为师 重生奉务 夏老师 拉他来你 紫雀 rolled 厚子 夏教授 这是大家来的 Zither Harp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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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大 你怎么来了 你啊 叫了一个好学生 顾叶白跟我说 我无意中曾提到 在年轻的时候 你只想拍一个 穿学师傅的合照 不是一青年拍照吗 他说 等着我拍毕业照的时候 给咱俩补上 就是这么一说 谢谢你 上心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孩子们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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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李纳 你说 每年呢在这个时候 咱们都送做一批学生 是啊 一批一批又一批的 好吧 好巧啊 对啊 好巧啊 你也今天比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同学们都写好了吗 好 好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四 好像不说样的幻想 欢樱 пит 紧紧的倒 negotiation 跃远地望着你心愿 我多想走过去陪你 多想告訴你 我去訴訟 天天生無時 願望向著 吹起的指甲 願願不知 你受傷 願望向著我去 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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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想想想想 我心想想想想想想想 每年到了畢業季 我都很羨慕師哥師姐 他們終於可以獨立生活了 可是真的到了這一天 我又有點惶恐 有點不是所措 是啊 明明是值得慶祝的事情嘛 可真要走了 這心裡頭空空的 時間過太快了 我到現在還記著咱們入學的情境 一往四年過去了 咱馬上各本東西了 是啊 本來說好了 我們三個繼續住在一起吧 誰知道小蟲他要一個人住 我們都還在一個城市裡 大家以後還是會經常見面的 可是畢業了之後 我們都忙著找工作 為了生活奔波 哪有那麼多時間見面 而且就算見面了 我們應該也沒有現在這麼輕鬆了 我們應該也沒有現在這麼輕鬆了 同學 你能幫我一個忙嗎 重嗎 我幫你 不會 我能推得動 就是天氣有點熱 那這樣 我叫個車 一會兒再過來去吧 請問你們這邊誰是古野白 她 剛才一位美女拜託把這信給你們 在那邊 哪兒 人呢 剛才還在那裡的 反正這信我送到了啊 哥們 祝你好運了 給 什麼啊這是 美女 情書啊 行啊小蟲 快畢業了 還有桃花月 少說兩句會死啊 小蟲能把持住的 來來來 差點看看 差點看看 來來來來 看我幹什麼 看信啊 不看了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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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則靜啊 告別信啊 葉小白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了這個城市 但是 對不起 這段時間 我的存在給你帶來了 許多的困擾 請你原諒我 沒有辦法跟你當面道別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會以這樣的方式離開 也許 在以後的某一天我們還會見面 我希望當我們在見面的時候 你能原諒我所做的一切 而我現在唯一能給你的 是誠心誠意的祝福 公則靜 能寫道別信 什麼情況這是 看來他這回 是真的想明白了 那今天真是個好日子 公則靜那個霍海終於走了 我們的心 我們在寶貝